如果很多年輕人都要去找工作工作 每個人都有性格 像你回想當年 你的性格到這麼極端 少爺仔性格 我大半天覺得很友善 只是遇到自己不喜歡 沒錯 就反抗 這麼有性格 你給了什麼錦囊 給了什麼錦囊我們的年輕人 入行或入行工作 放下自己 真的要放下自己 就算你讀書 我現在回想 我想為什麼我會這麼火爆 或者這麼所謂的招職 因為我讀書很厲害 我還要是不需要讀得很厲害 我只會覺得帶著這張照片進來 很厲害 我讓他出對社會工作 是兩回事 成績好 純粹是起步點或是快點 或者門檻可以高一點 但是你接著可以進入公司 請你之前 就算有什麼會考 什麼DSC 所有的存在都放下了 其實完全沒有關係 我當時有這個包袱 或者有這個思考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 特別擅長的人 真的要放下 放下自己的什麼 以及要準備自己的什麼 進入一個工作間 很老套 我不知道這次的人會否受 謙虛 就是要帶著他謙虛進來 我現在 如果我是當時鄭啟泰的身份 看著這個PA進來 如果我現在有這個人進來 我會當成這樣 所以你是幸運的 你遇到我是你人生最幸運的東西 一個這麼臨線的製作者 真的 一個這麼沒有脾氣的人 我覺得是 現在你說謙虛 老套 因為你在學校的事情 首先我想說 學校甚至去大學 其實都很包容你 因為你還有學生身份 你還是一個很年輕的人 任何社會階段都會包容你 其實出道離國沒有包容你 你真是何 什麼都不懂 你不要想著自己很厲害 還有聽多一點 我現在想起頭 這些全都是我失敗的 自己感到來 聽多一點 聽多一點 不需要說那麼多 盡量不要說那麼多 你聽別人說 不用這麼快地表達自己的處 我那時候就是 除了性格是壞之外 太容易表達自己 在別人還未出聲之前 我已經說了 你不是 其實我應該這樣 你其實學不到東西 這幾樣都是我失敗之中的過來人 好